前总统陈水扁周三晚上被送往蜀利桃园医院借护就医 经过医生的检查确认是社护线发炎需要住院观察 今天包括扁妈前副总统吕秀莲与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等人都前往探视 并对陈水扁的健康表示担忧 得知儿子再次被借护就医 陈前总统的母亲陈礼盛 下午坐着轮椅来到医院探视 面对媒体成群包围 扁妈只难过探视时间太短便摇手离去 前副总统吕秀莲也来到医院神情凝重 面对现场十多位年长支持者举着抗议告示牌 刘秀莲说 随后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与民进党立院总召柯建民也来医院探视 希望法务部能让陈水扁保外就医 特别的担心他的健康 脸色花黑 手是冷的 而且连尿都解不出来 让阿扁能够保外就医 我们呼吁马总统放手吧 这是陈水扁第六度介护就医 目前确认是社护线发言 但需要住院多久等其他相关细节 院方还未透露 新唐人亚特电视 胡书霞台湾桃园报导